绿烈烯入侵了高雄爱河的闹区 这几天有一只身长超过一公尺的绿烈烯 在爱河的河堤步道逛大街 把不少来运动的民众都吓坏了 由于绿烈烯会潜水会挖洞 还会破坏河岸的沟渠 影响到生态 农业局立刻派员到现场猎捕 但是呢绿烈烯早就不见了 而市府也呼吁民众一旦发现它的踪影 务必要赶快拨打1999专线 赶快通报 农业局的猎捕大队摸黑捕捉 躲在树丛间的绿烈烯 在通报的第二只 我们也顺利逮到了 三人围攻好不容易 总算将落亡的绿烈烯五花大榜 绿烈烯大军入侵高雄客家文化园区 农业局刚抓走两只 竟又出现其目标 体长超过一公尺的绿烈烯 光天化日下在爱河河畔逛大街 晒日光雨 一看到人车靠近就拔腿狂奔 募集民众赶紧通报农业局 今年爱河的部分的沿线 我们接收到的这通报是有两件 那这两件但是我们去移除的时候 它已经跑掉 来自中南美洲的绿烈烯 体长可达两公尺 每次产卵数量高达45克 被弃养后大量繁殖 严重破坏生态 高雄市在去年捕获3000多只绿烈烯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也抓到300多只 而最近正好是繁殖季 却还有野生绿烈烯在外逃亡 也让农业局忧心忡忡 这一段时间是属于绿烈烯的繁殖期 野外的族群如果说有孵出来的话 那就会小只的绿烈烯出现 然后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绿烈烯滥 高雄爱河闹区也沦陷 农业局呼吁民众一旦发现绿烈烯踪影 务必拨打1999专线通报 防堵生态浩劫 记者许富杰高雄报道